当地时间21号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将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正式开幕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志成 那本届年会的主题呢是全球新局势 出席本届年会的有近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还有超过2500名政商学以及媒体界的代表 中国呢是从1979年起多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辞 而本届年会还有五场论坛直接聚焦中国经济 而据瑞士媒体报道为了保证安全瑞士呢部署了4500多名人员来负责安保工作